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看不见的光》 副标题为《从红外线到X光电磁波发现去史》 在很多人眼里,光就是一种能被看到的物质 但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光 比如红外线、紫外线、无线电波、V波、X射线、γ射线 你看不见听不到闻不着也感觉不出它们的存在 但它们却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多亏了这些看不见的光 你才能和朋友聊微信用微波炉加热食物 靠GPS导航做CT检查身体等等 那么这些光既然看不见 它们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呢 都说光有辐射 那使用微波炉、用手机照X光对身体到底有没有伤害呢 今天的这本书将为你详细解答这些问题 本书作者鲍伯伯曼是美国著名的天文科普作家 他曾为发现杂志的天文科普专栏首页人撰稿17年 还曾担任美国东北公共广播电台奇妙的宇宙的节目主持人 他的这本《看不见的光》出版后 受到了华尔街日报、出版人周刊、书单、美国学者等美国媒体的高度评价 这本书共分26章 从时间的维度介绍了在科学发展历程中 人们认识各种电磁波的过程 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 下面我把本书内容归纳整理成三个问题给您讲解 第一,为什么有的光可见,有的光不可见 第二,都有哪些不可见光,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 第三,我们如何避免不可见光带来的危害 先来讲本书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光可见,有的光不可见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得先从人类对光的认识过程讲起 近代科学对光的认识首先是从可见光着手的 太阳光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最明亮的可见光 因此,众多科学家都沉迷于对它的研究 17世纪,物理学家牛顿认为 光是一种极其细小的威力 不同颜色的威力混合成了白光 而同一时期的物理学家惠庚斯则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光就像海浪一样,是一种波 威力说和波动说的争论一直持续了两个世纪 直到19世纪 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才进一步揭开了光的本性 1865年,他宣称光是一种电磁现象 是一种可以自我维持的电磁波 具体来说,光是由互相垂直不可分割的 电波和磁波组成的复合体 这两种类型的波互相激励 使得光能够持续传播 同时,他还用数学的形式 也就是麦克斯韦方程组 把光的存在与传播模型表示了出来 那么光作为一种电磁波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知道,声波是因为振动产生的 比如人的声带振动可以发生 1896年,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指出 光的产生本质上也是一种振动 不过它是源于极其微小的原子的振动 当原子受到能量的冲击 比如受热,有电流快速流过 或外来粒子的撞击 原子内部就会剧烈振动 振动的表现就是电子向远离原子核的方向发生迁移 但实际上,电子并不喜欢待在远离原子核的位置 它们又会很快向原子核靠近 在电子向原子核靠近的过程中 就会释放出电磁波,也就是光 后来科学家证实 电子的振动是光产生的唯一原因 但光作为一种电磁波又特别神奇 它不但表现为波,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粒子 在量子物理领域,又把每一个周期的光波称为一个光子 这就是光的波力二向性 光既然是一种电磁波 那么人眼为什么又能看到它呢? 这是因为视网膜上存在一种特殊细胞 锥体细胞 锥体细胞能接收某些特定波长的电磁波 并转化为神经传导信号 再通过视神经传导给大脑视觉中枢 于是我们就能感觉到光 人视网膜上的锥体细胞有600多万个 它们分工不同 分别负责接收不同波长的电磁波 但总的来说 锥体细胞可以接收波长在400到76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 只有这一范围之内的才是可见光 人的视觉中枢又把接收到的不同波长的电磁波翻译成不同颜色 其中接收到的波长最长的光被翻译成红色 波长最短的被翻译成紫色 位于它们之间的其他波长的电磁波 又被翻译成成黄绿青蓝等不同的颜色 这才让我们获得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视觉世界 对于正常人眼来说 颜色越靠近光谱中心也就越敏感 因此正常人对绿光最敏感 研究表明 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 远古人类长期居住在森林中 看到最多的颜色就是绿色 这让人眼逐渐对绿光变得极为敏感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对绿光敏感 比如红绿色盲的人 它们缺乏能接收红光或绿光波长的椎体细胞 因此分不清红色和绿色 在它们的世界里 只有蓝色和黄色两种鲜艳且明亮的颜色 它们也无法真正感受世界的多彩 很多动物也有色盲 比如所有的狗和大象都是红绿色盲 还有一些动物的视觉系统 要比人类略微强大一些 比如一些鸟类就能看到 比紫光波长稍短一些的电磁波 所以和人类看到的蓝天相比 它们看到的天空紫一些 总之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 眼睛能接收到的电磁波的范围都极其有限 但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在现实世界中 有各种波长的电磁波 最长可达几千米 最短的则小于千分之一纳米 它们的波长并不在眼睛可接收的范围内 我们就称之为不可见光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光可见 有的光不可见 因为光的本质是一种电磁波 人眼中的锥体细胞 能接收一定波长范围的电磁波 并通过大脑视觉中枢翻译成不同的色彩 那些不能被锥体细胞接收的电磁波 就是不可见光 那么既然不可见光不能被人眼接收 它们又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的呢 下面我会按照发现时间的先后 带你了解六种不可见光 红外线 紫外线 无线电波 微波 X射线和伽玛射线 我们先来讲讲红外线 它是人们最早发现的不可见光 发现者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 他在天文学史上鼎鼎大名 天王星就是他于1781年发现的 赫歇尔热衷于太阳光的研究 他发现阳光普照下不同颜色的玻璃 温度也不同 为了弄清热量的差别 赫歇尔让太阳光通过一个三棱镜 设在桌面上 就能产生包含红橙黄绿青蓝紫 七种颜色的光谱 赫歇尔在每种颜色的区域 都放置了一枚温度计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发现温度计的毒数都有所上升 但幅度不同 红光区上升的幅度最大 紫光区最小 为什么红光看起来并不比紫光明亮 温度上升的却比紫光要多呢 正当赫歇尔百思不得其解时 太阳西斜 让他有了更加惊人的发现 由于太阳移动 光谱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红光的区域变成了阴影区 可是温度反而升高了 赫歇尔又反复实验 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他认为在红光外 一定存在某种看不见的射线 他称之为发热射线 后来人们又把它叫做红外线 红外线之所以被称为发热射线 是因为它有很好的加热效果 你晒太阳觉得暖洋洋的 主要是因为太阳光中红外线的功劳 那么红外线为什么有这种功能呢 前面我们讲到 可见光是因原子中电子的振动产生的 红外线的波长要比可见光长 在一毫米左右 大概相当于一根针的宽度 这个波长的电磁波有个特点 就是很容易引发原子和分子的振动 而热的本质就是原子和分子的振动 这就是为什么红外线有很好的加热效果 在可见光中 红光的波长和红外线最为接近 因此它也有一定的加热物体的能力 而紫光则要差很多 也正是因为红外线的存在 太阳才能把大量的热量传递到地球上来 不仅太阳能发出红外线 发热的物体都能释放出红外线 比如你坐在远离篝火的地方 也感到暖洋洋的 这不是因为篝火加热了空气 而是篝火产生的红外线射到了你身上 因此人们就利用红外线的这一特点 制造了许多仪器 比如红外线夜视仪 它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发现人或其他生物 虽然在夜晚人或其他生物不能反射光线 却因为自身发热能发出红外线 就能被仪器捕捉到 再比如医院中的红外线治疗仪 它通过红外线对身体的一些部位进行加热 加速局部组织的血液循环与新陈代谢 起到加速伤口愈合的效果 赫歇尔发现红外线的一年以后 也就是1801年 德国的一位叫约翰·里特尔的科学家 发现了紫外线 当时的科学界广泛受到二元即性思想的影响 也就是自然界的现象都应该是成对出现的 有阴就应该有阳 有正就应该有负 因此 里特尔就设想 既然红光外有看不见的发热射线 那么在紫光外就应该有冷却射线的存在 他反复实验 却没有发现紫光外的区域温度降低了 里特尔决定另辟蹊径 既然找不到物理变化 那就寻找有没有化学变化 于是他想到了氯化银 浸泡过氯化银的视纸受到光照就会变黑 原因是 氯化银分解成了氯气和颗粒状的黑色的银 当他把浸泡过氯化银的视纸放到紫光外的阴影区域时 发现视纸变黑的速度比在可见光下还快 氯化银分解是一种还原反应 于是里特尔推断 紫光之外存在一种看不见的能还原物质的射线 他称之为还原射线 因为这种射线能够使物质发生化学变化 有人又把它称为化学射线 它们都是紫外线最早的名字 紫外线是波长只有几十纳米的电磁波 对于电磁波来说 波长越短振动频率也就越高 高频率代表着高能量 紫外线就是这样一种高能射线 它可以直接把电子从原子中剥离出来 这就是电离现象 电离现象相当于破坏了原子的结构 如果一些有机体的原子被电离 功能就会受到破坏 严重时甚至会死亡 人们利用紫外线的这种功能 制造了紫外线消毒设备 紫外线破坏了细菌等微生物的原子结构 起到了杀菌的效果 当然紫外线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阳光中含有紫外线 如果过量照射会伤害皮肤 甚至破坏人体细胞中的DNA 诱发癌变 人们发现的第三种不可见光 是无线电波 它的波长比红外线更长 麦克思维在提出 光是一种电磁波之时 也通过麦克思维方程组预言了 有波长很长的电磁波存在 1886年 德国物理学家赫兹 利用电火花装置 率先制造并检测出了 这种波长很长的电磁波 它就是无线电波 无线电波的波长有多长呢 大致在几米到几千米的范围内 它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能拐弯 可以轻易地通过反射折射 绕开扇风等障碍物 最远可以传播到几千千米之外 利用无线电波的这一特性 1897年 意大利科学家 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报 它率先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 英国和法国 实现了无线电通信 也就是无线电报 随后这一技术 被推广到了全世界 1912年 著名的泰坦尼克号 在北大西洋撞到冰山沉没 导致1500多人丧生 好在从1911年起 轮船开始普遍配备无线电装置 在附近海域航行的卡帕西亚号 很快就接收到泰坦尼克号的求救信号 就起了救生艇上的700多人 广播节目也是通过无线电波来传递声音的 你可能听到过某个电台是多少千赫 多少兆赫这样的说法 赫是赫兹的简称 是频率的单位 光速除以波长就等于频率 理论上说 无线电波的波长越长 频率越低 拐弯的能力也就越强 再呈曲面的地表传播距离也就越远 但在现实中 无线电波的信号传播的距离是有限的 因为它非常容易受到干扰 比如相近频率的无线电波也会相互干扰 空气中的灰尘云雾也会让信号衰减 雷电等自然现象更会严重地干扰无线电信号 导致信号无法传输 为了让信号更稳定 人们就把无线电波中波长较短 频率较高的部分独立出来使用 它就是微波 微波的波长通常在一毫米到一米之间 和波长更长的无线电波相比 微波虽然不善于拐弯 但具有较强的直线穿透力 不容易受到干扰 比如它能轻易穿透云雾而信号不减 现在市场生活中的大部分通讯信号 比如手机信号 无线WiFi等都属于微波范围 在全球GPS定位系统中 卫星与地面通讯的信号也是微波 军事气象以及高速公路上测速的雷达 也同样用的是微波 不过提起微波 你可能首先想到的还是微波炉 前面我们讲到 红外线有加热物体的功能 微波的波长比红外线还要稍长一点 也同样有加热物体的能力 但微波的加热效果更加有针对性 它可以使水分子发生非常剧烈的震动 食物的内部一般比表面含水量丰富 通过加热食物内部的水分子 微波炉就能对食物进行油内而外加热 效率更高 当然这种加热方式也会让水分子大量流失 这也是为什么微波加热的时间太长了 食物会变干的原因 无线电波被发现后不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人们又发现了X射线和伽玛射线 X射线又称X光 在医院中应用的最多 它最早的发现者是德国科学家伦琴 1895年 伦琴发现了一种非常神秘的现象 当高压电通过一根真空的玻璃管之后 就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看不见的能量术 纸板铝板等似乎都挡不住它 这种能量术甚至还穿过伦琴妻子的手臂 在一张感光底片上留下了它清晰的骨骼轮廓 吓得妻子连连大叫道 我看见了死亡的征兆 伦琴最终用数学中表示未知数的X来命名这种射线 称为X射线 X射线刚被发现时 人们并不知道它本质上到底是什么 大约十几年后科学家们才认识到它也是一种不可见光 只是它的波长比紫外线还要短 在0.001纳米到10纳米之间 波长越短能量越大 所以X射线才会穿透纸板 铝板和人体 利用X射线的穿透力 人们制造了X光机 帮助医生诊断骨骼、内脏等疾病 因为X射线虽然能穿透人体 但不同组织的穿透率是不同的 比如骨骼的穿透率就比较低 和其他组织有明显的差别 所以显现出了清晰的骨骼轮廓 不过和紫外线一样 X射线同样能破坏原子 而且比紫外线的破坏力更强 对人体的危害也就更大 所以在照X光片的时候 医生会给患者身体的其他部分 穿上线衣或盖上线板 因为金属线能够很好地吸收X射线 五厘米厚的线板就能完全阻隔它 不过在一百多年前 X射线刚被发现之时 人们尚没有认识到这种危害 科学家们研究时也没想过要防护 比如伦琴就死于肠癌 有研究就认为 这和他长期接触X射线有关 普通民众就更没有防护意识了 当时很多媒体甚至不少科学家 在不了解X射线的情况下 就大肆宣扬它有杀死细菌 帮助身体恢复活力 刺激头发生长 治疗秃顶的功效 还有人声称它能让盲人恢复视力 总之他们认为 X射线有保健功能 应该多照 1898年 发明家艾迪生在纽约博览会上 展出并推广了他设计制造的X光机 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可是危害也随之显现了 一些长期接触X射线的人 皮肤发红 溃烂 头发脱落 帮助艾迪生制造X光机的工匠达理 还因长期照射X射线 手臂溃烂到不得不截肢 并最终死于皮肤癌扩散 至此 人们在使用X射线的时候 才开始注意防护 不过说到危害 都比不过下面我们要讲的 伽玛射线 它是比X射线波长更短 能量更强的电磁波 也是人类最晚认识到的 一种不可见光 20世纪中叶后 人类开始进行大规模核实验 制造核武器 伽玛射线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 最早发现伽玛射线的是 英国科学家卢瑟福 在核裂变的过程中 通常会放出三种射线 α射线 β射线 和伽玛射线 前两种都是粒子流 其中α射线是氦原子核 一张纸就能挡住它 β射线是电子流 近距离能灼伤人的皮肤 但几毫米厚的铝箔就能阻挡它 威力最大的是伽玛射线 这也是核武器有巨大杀伤力的主要原因 伽玛射线是波长小于0.001纳米的电磁波 它具有极强的穿透能力 20厘米厚的铁板都无法阻挡它 因此相较于紫外线 X射线这两种高能电磁波 γ射线的能量最大 对人体的危害也是最大的 一瞬间就可能将人体内原子的电子玻璃 造成大量细胞死亡 但如果严格控制强度和作用范围 γ射线可以用于癌症的治疗 能有效杀死人体局部的癌细胞 以上我们讲完了本书的第二个问题 认识了红外线、紫外线、无线电波、微波 X射线与γ射线 划分它们的标准是波长 波长不同 它们也各有不同的特点 比如红外线能加热物体 无线电波和微波能传送信息 而紫外线、X射线和γ射线 属于高能电磁波 有一定的危害性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 既然不可见光可以被人们利用 但又存在不同程度的危害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避免 不可见光带来的危害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说到不可见光带来的危害 你可能常听说辐射这个词 辐射通常是指 能够影响人体或其他物质的波或者粒子 我们前面讲的包括光在内的各种电磁波 都有电磁辐射 但并不是所有的电磁辐射都是有害的 比如无线电波 它的波长比可见光长 能量较低 不能破坏人体内的原子 不会造成伤害 有害的电磁辐射集中在紫外线 X射线和γ射线上 它们都能使原子电离又被称为电离辐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辐射不仅仅是电磁波造成的 一些高速运动的粒子流也会带来辐射 前面我们提到的α射线β射线也是有害辐射 一样能破坏原子的结构 为了表示辐射对于人体等有机体的影响 人们使用雷姆这个单位来表示辐射强度 如果人短时间内受到了700雷姆的辐射 大多数人最初会感到不适 恶心 虚弱 发烧 接下来几天内就会死亡 20世纪80年代 加拿大原子能公司曾经生产了一种机器 通过小剂量的γ射线 对癌症病灶进行放疗 然而机器的软件却存在bug 运行错误时会让瞬间的放射剂量达到7000雷姆 曾经有6名病人遭遇了机器故障 他们瞬间从治疗台上跃起 一边尖叫一边逃出治疗室 最终有3名病人因此丧生 如今原子能被人们广泛开发和使用 辐射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事实上如果有严格的防护措施 一些核设施是非常安全的 比如你住在核电站的边上 受到的辐射比住在火电站边上还小 因为火电厂排出的煤烟也含有少量的放射性物质 作为普通人 我们更应该关心身边可能接触到的天然辐射和医疗辐射 天然辐射是指一些天然物质所含有的辐射 比如你吃一根香蕉 大概会受到0.01毫雷亩 也就是十万分之一雷亩的辐射 因为香蕉里含有放射性的甲元素 听到这里 你也不必吓得不敢吃香蕉了 因为0.01毫雷亩的辐射对人体并没有影响 除了香蕉 土豆 啤酒 红肉等 也具有微量的放射性物质 可以产生天然辐射 人体受到的主要天然辐射来自太阳 一般而言 海拔越高 受到的辐射也就越多 生活在海平面高度的人们 每年累积会受到360毫雷亩的天然辐射量 这大部分是来自太阳辐射 不过不要担心 每天1毫雷亩是一个正常值 对于人体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还有一些天然辐射是需要人们警惕的 因为它们的强度较高 比如太阳和宇宙射线中含有大量的辐射 像刚刚提到的紫外线 伽玛射线 幸好地球的磁场和大气层 可以阻挡其中的大部分辐射 因此 人们在地面上是相对安全的 但在高空飞行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有研究表明 每飞行1600千米 就会增加1毫雷亩的辐射 假设你一年飞了30万千米 就会增加180毫雷亩的辐射 对于那些国际航班上的机组人员来说 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 还有的天然辐射来自地下水 有些地区的地下水冬含量较高 比如在美国纽约州南部就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住在有地下室的房子里 冬气就会顺着裂缝进入你的房间 每年增加250毫雷亩的辐射 因此应该避免住在这样的房屋里 或者给房屋装上排气扇 减少冬气的聚集 我们除了受到天然辐射 还会受到人工辐射 比如你佩戴一块液晶手表 因为液晶材料有辐射 每年你会多接收0.06毫雷亩的辐射 你的房间里如果有两支烟雾探测器的话 你每年会多接收0.02毫雷亩的辐射 因为烟雾探测器通常含有微量的布元素 它正是依靠微量辐射来感知烟雾的 不过这些跟医院的X光检查的辐射量相比 还是小屋见大屋了 你在医院照一次X光 可能要多受40毫雷亩的辐射 如果你是照CT 尤其是加强CT和全身CT 你可能受到的辐射有几百毫雷亩 有研究表明 美国平均每年每人受到的辐射 大约是600毫雷亩 除了360毫雷亩是天然辐射外 其他主要都是CT等医疗检查造成的辐射 每2000个经历过一次CT检查的人中 未来就会有一人患癌 因此过度的射线检查还是应该避免的 或者有些CT检查 还可以用核磁共振替代 核磁共振不产生辐射 相对要安全一些 相对而言 日常晒太阳时 紫外线给人体带来的有害辐射 是极为微量的 即便是你在紫外线很强的 青藏高原上曝晒一星期 受到的辐射 也没有你照一次X光多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紫外线有害 那就别晒太阳了呗 这也并不可取 人们也离不开紫外线 因为它是你体内钙合成的好帮手 我们所说的晒太阳 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主要指的就是 紫外线能够促进维生素D的合成 帮助人吸收钙质 它的效率是极高的 在强烈的阳光下 照射10分钟产生的维生素D 就相当于你喝200袋牛奶 还有研究认为 适当晒太阳 可以帮助退黑激素分泌 从而降低乳腺癌等一些癌症的风险 当然 我们还是要预防强烈的阳光 灼伤我们的皮肤 赤道等低纬度地区 以及青藏高原等高海拔地区 紫外线通常比较强 此外 海边和雪地里的紫外线也比较强 是因为沙滩 海水 雪地会产生慢反射效应 也就是 像四面八方反射紫外线 让皮肤接收大量的紫外线 一般而言 棉制衣料的衣服可以阻止90%的紫外线 致密的牛仔布的防紫外线能力最高 几乎能隔绝所有的紫外线 堆裸露的皮肤 使用防晒霜就能有效隔离紫外线 在防晒霜的包装上会有SPF的字样 这是日光防晒指数的缩写 如果一个防晒霜上标注有SPF10的字样 那就代表着 如果当前紫外线强度一小时能晒伤皮肤 那么涂上这款防晒霜后 就可以在10小时内防止皮肤被晒伤 不过 如果你长时间待在户外 还是应该经常补涂防晒霜 因为汗液的稀释会很快让防晒霜失效 除了紫外线 你现在可能常听到手机信号辐射的说法 手机信号使用的都是微波 波长相对较长 能量也不高 理论上它并不会引起原子的电离 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不过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 长期近距离接触微波 可能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 只是因为手机的广泛使用 只有十几年的时间 这种危害还没有积累到爆发的地步 不管微波是否有潜在的危害 要想避免它的影响 方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尽量让手机远离你的耳朵 距离增大一倍 微波信号强度就会衰减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接打电话时 使用免提或者尽量使用耳机 都是不错的选择 以上我们讲完了本书的第三个问题 如何才能避免不可见光带来的危害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通过降低不必要的医疗检查 控制长途飞行量 检查地下室是否东超标等方法 大幅减少我们受到的辐射量 在晒太阳和使用手机时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定的防护措施 到这里 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讲完了 看不见的光不仅会影响人们在地球上的生活 还关乎到未来人类对宇宙的探索 人类用肉眼看到的点点星光 只是宇宙中很少的一部分电磁波 用仪器观测看不见的光 才能领略更为丰富多彩的浩瀚宇宙 但与此同时 人类脆弱的肉体是无法承受宇宙射线侵害的 如果要进行宇宙探索 甚至移民火星 如何预防宇宙射线的危害 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首要议题 好 看不见的光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